俄乌基站 俄军加強南線火力 直擊烏國南部造船重鎮尼古拉耶夫 战争下段緣殘壁橫躺路中央 車輛得繞開 路邊可以看到戰火燒過的俄军車輛 還依稀看到Z字標誌 Z在俄語中象徵勝利 也被視作進攻烏克蘭象徵 路邊還有一輛被遺棄的俄军坦克 里頭的人逃了 話都還沒說完 一群人四處逃竄 路上還能看見拿著武器的俄军 看似要展開行動 他還強調俄军一定有用極速彈 現在四分之三城市被包圍 確實看看醫院情況 火箭射入民宅多人受傷 還有女子說屋子垮下壓住他 躺在椅子上被抬進醫院 小小的停射街擺了至少50巨一體 俄國攻擊多線包圍 南部城市也難逃 民眾的眼淚呈現戰爭下他們的無助與無奈 一陣巨像火紅光芒劃破夜空火球如隕石般墜落 鏡頭外傳來 烏克蘭士兵機動歡呼聲 因為疑似一架俄羅斯噴射機被炮彈轟下來 烏軍在前線誓死抵抗要擊退敵人 因為哈爾科夫已經承受不了更多傷亡 醫院內擠滿無辜受傷的平民老百姓 原以為人道走廊能提供安全撤離通道 沒想到俄軍人眾無情用炸彈砲襲 但面對狂轟猛炸 烏克蘭也不是省油的燈 半夜火箭炮不間斷連環發射 疑似擊中俄羅斯黑海艦隊必可呼號巡邏舰 烏克蘭武裝隊週一在臉書曝光最新畫面 不讓普京小看他們的軍事實力 基輔當局頻傳捷報 根據BBC報導 烏克蘭國防部宣稱雙方交火 再度擊斃一名俄軍高級指揮官 傑拉西莫夫 而他隸屬41軍團少將參謀長 也振奮烏克蘭士氣 根據CNN分析 烏克蘭似乎已阻止俄羅斯軍隊的後勤 補給戰略要爭取更多時間 只不過在烏俄第三輪談判前夕 僅傳出北部戰線的伊爾平 以及南方尼古拉耶夫少部分空襲 現在俄羅斯軍隊進攻速度不像一開始快速 到底是烏克蘭戰術奏效 還是物資真的都已消耗殆盡 又或者普京在策劃更新一波的攻擊 恐怕全都得看俄羅斯下一步的動向才能知道 TVBS新聞中不倒 贊倫斯基親自掌勁 鏡頭先是刻意照了窗外 接著從窗邊一路走到辦公桌前 高調公開自己行蹤 強調自己人就在基辅辦公室裡 我還留在這裡 還留在吉尾 在辦公室裡 還留在窗邊 贊倫斯基自開戰以來 除了和烏克蘭政府核心要援 在戶外短正露面 這也是俄軍入侵之後 他首次在掩體外露面 除了打臉說他已經露跑的俄羅斯媒體 他同時喊話應該嚴厲制裁 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 對此俄羅斯反擊 副總理諾瓦克警告 歐美若是禁運俄羅斯石油 油價很可能飆破 每桶300美元 烏克蘭人拉著行李還在撤離 俄軍炮彈卻沒有停止轟炸 距離基辅僅半小時車程的伊爾平 在士兵緊急撤離下撤出2000多人 民眾哭喊普京是殺人凶手 基辅車站仍然有很多人等著逃離 對台上男子隔著鐵軌和家人挥別 根據聯合國統計 出逃的烏克蘭難民 已經至少有170萬人 就怕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歐洲小國丹麥宣布提高國防預算 歐盟也加快選批烏克蘭 穆爾多瓦和喬治亞這三國的加入申請 抗議人士在場外力挺烏克蘭 聯合國國際法庭7號開庭審理 俄羅斯被控入侵烏克蘭案 只是俄羅斯杯葛聽審沒有出席 烏克蘭大戰開打第十二天 雙方談判代表展開第三輪停戰會談 談判前俄羅斯就先拋出停戰四條件 要求烏克蘭停止軍事行動 修改憲法將中立地位入線 烏克蘭得承認克里米亞是俄國領土 以及認同烏東兩個共和國獨立 不過烏克蘭不願再領土完整做妥協 但松口考慮非北約模式做出讓步 第一回合談判決定 我們得到某些 позитив的效果 以致規模式公共和國獨立 他們會寄出改變 我們得到更加有利益 我們不誇張 但我們希望在下一次 我們能夠做到更嚴重的步驟 显然第三輪談判又沒有重大進展 人到走廊也有爭議 烏克蘭指控俄軍破壞 人到走廊不止埋地雷 六條走廊中還有四條 通往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烏克蘭痛批俄羅斯在作秀 完全不道德 而在土耳其牽線下 俄乌外長將在十號碰面 進行土屋二三方會議 期盼成為緩解衝突的轉列點 同時美國還傳出要把 受台的F16戰機先給波蘭 國防部發言人說這是不精確的傳言 會送F16是考慮和波蘭 烏克蘭進行三方協議 目前也只在內部討論階段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這首歌叫做不是你的戰爭 演唱的是被譽為烏克蘭良心的當地搖滾天團 烏爾戰火持續主唱也參戰 曾經當過國會議員 現在跟著軍隊到處跑 有時一起唱歌提振士氣 偶像明星也撩洛奇 烏克蘭可以說全面備戰 尤其是首都基辅 連準備還可聽到炮轩作響 他們拿著槍穿上裝備 這不是什麼叢林演練 而是實際要上戰場了 其中也有外國志願士兵加入 烏克蘭稱約有兩萬外國人報名參戰 而烏克蘭士兵也在基辅外圍 受戰警戒盤查車輛 最近現在情況危急 但俄羅斯也開大決 美國國防官員指 俄軍先集結的15萬兵力 將近百分百已經攻入烏克蘭 在烏克蘭不管是一般民眾 還是偶像明星 現在也只能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TVB社綜合報導 腳步堅定在風雪中邁開步伐 就像烏克蘭人民在戰火之下 堅忍不拔的精神 黃色套裝藍色裙擺在風中飄逸 品牌Balenciaga在巴黎時裝周的 倒數兩套衣服 一黃一藍 就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 出生在蘇聯時期 喬治亞的時尚總監 親身經歷種族滅絕迫害 所以這一次烏厄戰爭 讓他格外有感 不只是每一套服裝 甚至開場的朗讀詩句 嘉賓的禮物都和烏克蘭有關 就是要對世界宣揚 反戰挺烏克蘭的精神 皮頭四樂隊的主唱 保羅麥卡尼的女兒Stella 也將這場秀 獻給戰爭的受害者 還在秀場上 用了皮頭四主唱 約翰蘭農最經典的Imagine I believe very firmly in peace and love and obviously I you know to use John's song who was my dad's best friend and it just shows I guess for me it's a personal song that reflects the whole world's thoughts I hope right now 而在英國倫敦廣場中 響起交響樂團悠揚樂聲 200名音樂家快閃野 奏烏克蘭國歌 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德國也有牧場主人 用另類方式力挺烏克蘭 在羊之上用藍黃色噴漆 漆上烏克蘭國旗 還有和平停止戰爭的字樣 世界各處都以不同方式 宣揚反對戰爭的理念 也給予烏克蘭人民最大的支持 TVN新聞綜合報導 俄羅斯最新出招 把台灣也列入不友善國家 但這也算間接承認 台灣是國家 蘇奎喜滋滋 台灣是個國家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只是中國偏偏要用政治語言 政治動作 有些國家不想惹他 也模糊以對 但開心的背後恐怕就會來難題 有外交官就擔心 我住莫斯科代表處 可能將面臨關閉 我們不預期俄羅斯的政府 會對我們的代表處 有任何的動作 他有什麼方法 可以對台灣的代表處 進行比較多政治上的一個行為 或者是一種警示 我們都有在關注當中 除了我們在莫斯科有代表處之外 他們在台灣也有一些代表處 聽來外交上 我們也已經準備好反制措施 但經貿上 已經出貨給俄羅斯的科技廠 可能最有衝擊 科技產品出口管制 就是讓他不要把這些科技產品 去應用在武器上面 那目前的這些的量體不大 但是我們現在民間其實收到的 可能會收到 收不到破款 只是俄羅斯的不友善國家 雖列出台灣 但也寫是中國一部分 但1949年後 由自己政府統治 我們強力選擇俄羅斯 我們也認為中華民國 現在不應該跟俄羅斯 有任何的友好的往來 俄羅斯想反制 但卻忘了好麻吉 對岸的大地雷 TV北新聞附庭 華流一句台英雷三軍小組 台北報導 俄务情勢影響全球供應鏈 不少業者憂心衝擊出口 經濟部統計 去年台灣對俄國的出口為13.18億美元 進口為50億美元 雙邊的貿易額對台灣總貿易額 只佔了0.76% 因為比重小於1% 對出口影響不大 台俄去年雙邊貿易總額大約63.06億美元 但俄國不斷對烏克蘭 採取特殊的軍事行動 不僅重挫全球股市 也影響全球經濟 只是國際上反戰聲浪不斷 讓俄國列出不友善國家名單 其中包括美國、加拿大、歐盟各國 英國、烏克蘭 還有日本、韓國、澳洲等國 其中台灣也榜上有名 但就怕這一波俄國反制裁 對台灣造成影響 台灣20%的燃煤從俄國進口 但經濟部強調影響很小 進口產品多為原物料或是初級加工品 主要出口多為機器零附件、碟片、汽車零附件、電影響等等 以工具機出口來說 2019年俄國成為台灣第九大市場 出口額超過1億美元 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 供應鏈停擺 出口雖然降到8255萬美元 但衰退幅度低 讓俄國躍升到第四大出口國 俄國反制裁宣布 如果跟他們有債務關係 將可以直接使用盧布做交易 機械出口及能源供應各單位都強調影響不大 但受影響的還有小麥、麵粉 就怕戰火持續供應中斷 只能在面臨漲價挑戰 TVB的新聞書官林立台報導 大卡車緩緩地從雪地鏡頭開了過來 司機開心地向窗外打招呼 看起來稀鬆平常的運送旅程 卻是一場穿越火線的驚悚救援 不斷喝著水 卡車上載運的其實是來自基輔的一群教客 一共六隻獅子、六隻老虎還有兩隻寧貓 搭了超過48小時的車 風塵浦浦地抵達離家園500公里外的波蘭 就連人類都難以忍受的舟車勞頓 對這些敏感的貓科動物來說 更是備受折磨 惡物戰火開打 位在基輔的動物園雖然沒有受損 但龍龍炮火也讓這些動物感到焦慮 甚至連鳥味都出現太殘的激烈行為 就怕獅子、老虎等猛獸在戰火當中脫逃造成危險 園方一子決定跟鄰國的動物園聯絡 希望能協助接收 因為戰爭被迫出逃的大貓們 波蘭的波茲南動物園接下任務 在烽火之下把這些動物給送上車 車隊甚至一度遇上俄軍包圍 靠著附近的烏克蘭軍隊護送脫困 完成了500公里的動物大逃亡 我們知道我們怎麼做 我們知道很多人會幫助 讓每個人都能夠再撿 和救出 我們希望這個狀況會結束 動物園裡還有更多無法撤離的動物 其中包括動物園裡的大明星 烏克蘭版的林望 還有烏克蘭唯一的一隻大猩猩 都還在動物園當中需要工作人員照料 為了照顧這些動物 牧丑一等必要人員24小時都在動物園裡生活 有200形象 約4000頭 有大小的大小的工作人員 有約40人 這些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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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也是需要 很多人都在動物園 還有20、30年到這裡 來 所以我認為是 這個動物園 成立了 2020年因為疫情封城 基輔動物園差點經營不下去 才躲過倒閉的危機 在疫情後迎接大人小孩的來臨 現在因為殘酷的戰火 原本充滿歡笑的園區 再次陷入激進 這群動物們成了最無辜的受害者 體育夜新聞 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